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新闻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二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 昨天加州州长已经是很 已经宣布我们现在加州 重新回到了新冠疫情 开始以来最严重的这个时段 这个阶段 他当时的话他已经表示 现在在加州的58个county里边 这个上个礼拜还有13个 已经是还留在purple purple就是最严重的 就是不允许室内这个餐馆开业 不允许很多这些教会 这个提供这个宗教服务 还有不允许这个健身房开放 开放 所以这些的话是最严峻的 但是的话原来只有13个county 现在的话从今天开始 41个county会重新回到purple 这个几色这个区里边去 原来一直在紫色区没有走出来的话 包括LA洛杉矶 San Bernardino Riverside San Diego 还有Imperial County 这些区里边的话 原来只有13个county 现在从今天开始的话 原来已经是脱离了purple 已经到了红区的这些county里边 包括Orange County Ventura Santa Barbara Kern 还有Saint Louis Obispo 还有旧金山很多county 这些地区里边的话 原来已经是脱离了purple区 现在重新返回了这个purple区 可以看得出 今天早上的话 它的数据不是以确诊人数 确诊人数每天 现在就有十几万 而是以死亡人数 现在的话 这是每一天增加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一万一千多人 全美国的 这个数字令人担忧 所以的话州长已经下令的话 现在我们又往这个开放的经济 以后现在要往倒退 倒退了之后的话 想办法能够控制疫情的传播 当然在州长宣布 这个加州要重新开启 这个退回这个直社区的部分的话 现在还有很多媒体的批评 州长Newson 他自己在旧金山在上个礼拜 在Napa Valley的时候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 叫French Laundry 法国的11房 这个Laundry的话 每一个人 这个都是要300多块钱的 他的一个政治顾问过生日 这个按照Napa的这些卫生禁令里边的话 这个聚会不能够超过三家人 没想到的话 这个三家人 这12个人来自6个不同样的家庭 6的夫妇一起参加了 他的助手 这个政治顾问的生日party 以后被外界指责的话 你州长的话 并说一套 自己做一套 也受到外界的批评 另外一个受到批评的话 他是加州议会有大概有20多名的议员 受邀请参加了 这个礼拜的话 在夏威夷的马尾这个岛里边去 召开了一个叫做Independent Voter Project 这个是属于政治游说团体 包括煤气公司 还有这些所有这些工会代表 都是赞助 他们有一个说独立的投票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 邀请各地的一些立法委员来参加 当然也是像一边度假 一边开会 但是在夏威夷举办 加州的话有10多位 加加上德州 Arizona州 这些议员也应邀参加了 参加人数最多的是属于加州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被批评 你是个Hippocrate 就是伪君子 你叫大家不要居家隔离 你不要出去你自己这些州长 或者是州议员 反而自己的话放假 度假以后违反卫生禁令 所以这也是外界所批评的 在今天早上 拜登的话 他现在提名了 他新边的几位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一共一口气任命了9位 他的新边的顾问 当然现在的话 昨天也有很多人的话 在提出来 劳工部长谁来做 交通部长谁来做 现在还有今天讨论的话 就是如果是拜登出任总统之后 他的secretary state国务卿谁来担任 现在的话 Susan Rice很有可能 但是的话也遇到很多的反对的声音 还有的话是财务部部长 因为这很重要 经济政策是由财务部部长来制定的 这两个职位的话 大家的争议 但是现在今天 拜登所宣布的 这几位新边的人 都是他助选的阵营的人 包括里边的Jane Dillon 他是Joe Biden的campaign manager 竞选经理 他现在的话会出任 白宫的总统办公室的副幕僚长 这个第二把手 上个礼拜的时候的话 Ron Clay已经是出任 他作为幕僚长 现在的话 是做了一个助理的幕僚长 另外一个的话是 另外一个叫 Michael Donilon 他是拜登的策略顾问 选举策略顾问 他会担任总统的资深顾问 还有了Steve Lachiti 他是选举策款委员会的主席 他会作为 他也会担任总统的顾问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有可能 他一个国会议员 现在叫黑人的 也是黑人党团的 民主党国会议员 叫做Richmond 他是全美国 这个黑人国会议员的 委员会的主席 他有可能会出任 白宫的办公室 公共事务这个主任 那当然这些提名任命的话 可以看得出 都是不需要经过 参议院认可的 在15个内阁官员过程之中 包括交通部长 能源部长 这些部长级里面的话 他在总统提名之后 都要参议院里边去认可 同意才能够正式认命的 但是现在认命这些顾问的话 大多数都是属于他党内的 就是新边的顾问 不需要经过参议院认可的 同时现在拜登也想提名几位 这个国会的众议员 包括Elizabeth Warren 但是出现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是Elizabeth Warren 这种的话 她是代表 Massachusetts州的 麻州的 如果是麻省 这个参议员 出任的一个部长的话 那像他留下的空缺 有可能是由当地的州长 在像Massachusetts州里边的话 州长是属于共和党的 那共和党就可能会提名 任命了这个部分 这个共和党的人士 在参议院里面 所以在目前的话 Joe Biden所提名的所有东西 他们现在都不敢提这个内阁官员的 因为需要众议院的认可 在Susan Rice里面 大家都知道 Susan Rice是欧巴马政府在的时候 已经是担任了很重要的国务卿 助理副国务卿的 现在拜登有意叫他出来 他本来的话要做副总统的候选人之一 但是的话 他因为Harris的话 已经是提名了 所以的话 这个黑人 这个国务卿里边的话 有可能做国务卿 但是共和党会反对他 因为在Benghazi的过程之中 有个事件的话 美国的驻Benghazi的大使馆被炸了 以后很多名外交官员被炸死了 牺牲了之后 Benghazi的话 这个国 黑国的话 应该Susan Rice来背的 所以共和党很反弹他 不觉得的话 他的没有什么能力 所以他现在的话 你罪官业要看1月5号 众议院的话 在乔治亚选举之后 共和党占多数 还是不是多数 这种部分的话 就可以看得出 如果是共和党还占多数的话 这个部分 那拜登要提名内阁官员 你必须要怎么样征求到 国会共和党的支持 才能够有支持的内阁官员 当然如果是民主党 控制众议院的话 就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目前的话 他现在在提名这方面的话 一方面他不敢乱提名 众议院里面的一些议员 本来现在已经有48票 有了在这个提名的话 有空缺 好像Elizabeth Warren 一单子 他众议院 这个参议员不做了 空下来的位置 填补下来的话 有可能是共和党人选出来的 所以他也不想 就是因为提名的 这些内阁官员 而出现国会的力量 会受到影响 当然现在在众议院里面 像Citrus Richmond 他是属于众议院 众议院呢 现在还是属于多数票 就算提名一两位国会议员 来作为内阁官员的话 他还是维持多数 但是参议院不一样 他们票数悬熟的话 只是相差一两票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Joe Biden提名的话 也是比较谨慎一点 所以看得出 从现在的话 到感恩节之前 他也表示的话 他会提名一边新边的办公室里边的工作人员 自己的顾问 这些顾问的话 是不需要经过国会众议院的确认的 当然在以前的过程之中的话 就算你新边的人提名的话 你新边的办公室主任的话 都要经过背景的调查 很不幸里面的话 这些提名人 到目前来说 并没有做任何的背景调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因为现在川普政府了 并没有认可 你拜登的话 已经是当选人了 所以的话 GSP的话 总务局的话 他还是一样 不承认拜登当选 这种目前的情势 所以的话 今天拜登的话 他也是首度开的国安简报会议 但是这些国安国家安全的顾问的话 不是现任的中央情报局 还有NSA这些人 而是说这是以前欧巴马政府 或者是从最近的话 从这些这个从川普政府退役下来 这些国家安全顾问 做一些这个情况的分饰 不是最新的问题 就是出在川普的话 他现在还在不断的挑战 他认为这个他有机会是连任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今天很重要一个战役的话 就在发生在Pennsylvania州 温州的话 他现在在联邦法院 今天针对川普阵营 川普选举委员会提出了这个输送 要阻止宾州认证选举结果 以后警开 今天会进行公听会 法院的公听会里边的话 原来有这个四名律师 在临时的时候 在这个昨天已经宣布 我不做川普的律师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川普的私人律师 朱利安尼也是前检察长 纽约区的检察长 也是纽约市的市长 他昨天已经向法院申请 让他来到宾州的联邦法院出庭 让他亲自下海 来替川普打官司的 当然在美国里边 联邦法院每个州 有每个州的管理 好像这个Pennsylvania州 他说如果你必须要 自当地法院里边的话 宾州的律师 并且他经过法院的孙氏 才能够到 递当地宾州的法院出庭 但是如果你是在外州 已经是律师 你虽然不具备 宾州的律师资格 你同样可以向 当地的宾州的法官申请 因为只要证实 你不是来抢生意 我现在有这个案件 我有这个能力处理 这种情况之下 大部分的法庭都允许 外州的律师 到当地法院里边 出庭的 尤其是在联邦法院 全美国的程序 取证程序资格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每个州跟每个州都有一定的 所谓的地盘 在加州的律师 一般的话 他不会到 这个内哈达州里面去打官司 除非你两个州里面有执照 但是的话 有些一个案子 两个案件 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向当地的法官申请 我就要做一个 special appearance 特别的出庭 这种情况之下 都会批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朱利亚尼 昨天已经申请 今天的话 他会出庭里面 替这个 这个川普里面的话 在针对这个联邦案件里面 进行辩护的 当然在官司这方面的话 可以看得出 双方还是胶着的这方面 川普的律师 他说现在的话 选举的里面的弊案太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个州政府不应该认可 当然的话 另外一个集中地 除了这个Pennsylvania州的话 就是在Georgia州 调吉亚州里面的话 这个情势相差不多 14000多票 在昨天的时候的话 发现 这个他们重新计票 计票里面发现 有个county 有2600多张票 通讯投票的话 没有算到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现在的话 他们算来 算了之后的话 有2000多张票里面的话 也不是说川普全都拿了 他拿了800多张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川普早二天的时候 已经是说 他那个重新计票里面 这个结果的话 还是不准确 为什么很多通信投票的话 你没有办法查证 这些签字投票人的签字 是否跟他的当时登记的签字 是同一个人 所以签字的方面 没有办法查证 你重新计票 但是票里面 但是说有人冒充 冒充别人拿了选票 以后这个签字不一样 你并没有查证 所以他基本上 他已经在推文里面 他所表示说 因为你不查证 这个通信投票里面签字 那你计算重来的话 这些造假东西 你还是不知道 他也是不愿意接受 当然现在的话 就是今天早上 争议性最大的一点的话 就是因为乔治亚州 最后认证选举结果的话 是当地的州务卿 这个Secretary State 这个叫Brett Rosenfelsberg 这个Brett这个选举官 国务卿的话 他是属于共和党的 共和党的话 当然大家都比较偏向 共和党会不会 他自己带头来否认呢 但是这个Brett里面 今天开的记者会 他公开的指责 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Granham Lancy Granham 他说Lancy Granham 来给我施压 叫我的话 不要认证 Georgia州的选举结果 他就是 当然他公布里面 他就是说 你是同党人 你现在的话 自己的党的人 叫你不要认可 以后你反而将 这个事情布露出来了 对共和党开始的话 就是这个开骂了 所以他这个部分 遇到一个问题 这位在川普的策略里边 他最重要的话 能够再拖到12月14号 这种州的认可 的认证没有通过 这种情况之下 选举人的话 没办法确定 那拜登拿不到270票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就让国会来投票 这种情况 国会投票 每个州一票 现在共和党控制了26州 川普的有可能会翻盘 他是策略是用这种 所以他想办法要阻止 宾州的这个认可 还有这个Georgia州 Georgia州的话 他认为 以为是相当容易 为什么 因为州务卿是属于共和党的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是因为他只要阻挡了 三个州的认可认证的话 没有办法拿到公开的官方的认可的结果 那他就赢了 所以他要想办法 他认为Georgia州 你的州务卿 Brett的话 他持续是共和党的 他可以轻而易举说 我不因为你现在有2600多票 都没有计算下来 也没有查证 这些通信投票的签字 所以理应来说 共和党的州务卿 应该说 我不能够认证 这样子的话 他轻易挡住了乔治亚州 这个选举 但是这个没想到 现在州务卿不听话 所以出现一个问题 共和党要他说 你现在的话 我们共和党在乔治亚州 有你在做州务卿 你应该是配合我们的行动 没想到的话 这个州务卿的话 他说我们选举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选举的话 这个有一定的误差 但是并不影响选举结果 看样子的话 这个州务卿有意识 想办法要认证这个选举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对川普来说 他们现在并没有准备了 说在乔治亚州来告 现在临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相信很快的 在几天之内 川普的律师团队也有可能会在乔治亚州发起输送的行动 当然另外一个输送行动里边的话 就是在乔治亚州 威斯康辛州 Pennsylvania州 Michigan州都提出了输送 但是在输送人里面的话 他是这个叫做Choose the Vote 这家的话 真实选票这个机构是保守团队所发起来的 在委任的律师叫做James Pop James Pop昨天将这个四个州的案子全部撤回来了 当然记者问他的话 这个你为什么要撤回来 他说这些我跟客户之间的保密情况 我不方便讨论 当然我看了这四家官司里边的话 从乔治亚 Pennsylvania这州里边的话 他都说这个选举有舞弊情形 所以的话这个结果不能够接受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听起来的话 就是说有两大困难 要证实的 第一 任何人告官司都要有一个所谓的standing 有这个资格 所以的话 你这个James Pop代表这个机构里边 Choose in the Vote这个机构 以后的话 你有捧什么资格到Pennsylvania去告 为什么 他的告的资格的话 我不喜欢 我就可以告吗 就像的话任何一个案件的话 我不喜欢这个结果就可以告吗 法律不是这样子 必须有standing standing的话就是两个 一个是subject jurisdiction 有适合管和权 另外一个的话 有personal jurisdiction 有这个本人 有在这个司法区里边去 这个Choose in the Vote这个机构里边的话 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里边的话 就是说这些机构 有没有在当地州里边注册 OK 就算有注册里边的话 这个你所要求的东西跟你有没有切心利益 你没有切心利益 法官的说你没有这个资格来告 你不能够动不动就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现在所提出的话 这个有两个的话 就是这个困难里面 这个资格问题 另外方面的话 这些人以后 这些机构 有没有在当地州里边的话 有真的是有关系 有没有在那边注册 所以因为这个难度 并且的话 你overcome这个standing之后 你就算有资格来告好了 你还要提供证据 所以真正的话 所谓的standing 像川普 他就有资格了 因为这个结果会直接影响到我 作为这个选票 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 不像其他这些律师 所提出来乱告 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告进去 但是的话 你没有这个资格的话 法院也会将这个案子撤回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所以川普 他的官司 所以外界看起来 说川普的禁营 这个四个官司被撤回来 打了赢了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并不会影响到川普的诉讼 为什么这些官司 本来就不应该提出来 不是川普本身他提出来的 所以川普他自己要提出来的官司 现在的话 在米奇根有提出官司 在Pennsylvania州有提出官司 很有可能 乔治亚州也会提出官司 忘了他讲过 乔治亚的共和党的州务卿 不听话 这种情况之下 他有可能阻止了 这个三个州认证 就是米奇根州认证 没有通过 这个Pennsylvania州 没有通过 或者是乔治亚州 这三个州没有通过的话 那这个没有通过认证 那拜登还是拿不到 这270票 所以目前的话 并没有说的话 输送会结束 这个输送撤销 并不会影响到川普的行动 当然现在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在过去几天 川普政府做了很多 这个行动 这个行动的话 都可以说是疯狂的 包括的话 对中国的开始 这个攻击 这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话 你也看 我们也看得到的话 蓬佩亚故意踩了红线 就是说 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些发出的动作的话 有可能是两个 一方面的话 他要激发更多 共和党保守人的 民众的支持 要知道里边的话 乔治亚这州的话 非赢不可 这样子的话 否则的话 就会影响到总统 还有将来国会的 所以他一方面就激发这方面的 保守派的势力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就算落选了 他也想让 拜登总统的话 难堪 这种的话 就是我用个比例的话 就是说 这二房客也搬走了 他将房子扎破 让你的房东难堪 这种情形发生的话 可以看得出 在昨天的时候 川普也是说 在之前 他已经换了国防部长 其中的话 这个国防部长不听话 他现在的话 也就宣布 在驻军要开始的话 这个撤军 阿富汗 还有伊拉克 在目前的时候 美国派驻阿富汗的 美军人数的话 大概4500到5000人 驻伊拉克的人数的话 有3000多人 他现在川普的话 已经表示 在年底之前 以后将美军的话 人数 这个 在减少到 2500人 驻阿富汗 2500人的话 驻伊拉克 所以这两地的话 减到5000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在选举之前 他就答应要撤军 完全撤出来 他现在 但是国防部部长 还有很多这些军方人 认识认为的话 完全撤出来 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不切实 有可能的话 会让这些恐怖分子 会控制的 另外方面的话 你将人数减得太少了 以后当地驻地 驻地的美军人数不多的话 连自己的保护不了会影响到 还留在阿富汗伊拉克的美军的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国防部长原来的还是反对的 没想到换了一个新的国防部长之后 满听话的 所以他现在已经计划准备在年底之前 要撤冰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现在目前从整个形势看起来 川普会不会轻易认输 估计可能性并不大 有可能到12月8号到12月14号才能够决定 才能知道的话 究竟他在乔治亚州 Pennsylvania州 或者是Michigan州 这些官司 有没有办法能够成功阻止当地政府的认证 如果是能够成功阻止的话 拖延过了12月14号的话 有可能的话 这个会坚持到 这个1月5号 等乔治亚选举的时候 川普又才会认输 当然如果是任何一个州的话 他成功的阻止了认证 他有可能会再坚持到最后 当然1月20号 不管是这个法院在输送也好 或者是这个 还是不是经过输送 主动的认输也好 这个不管是什么 哪种情况发生的话 1月20号就会有决定 随时出任新任总统的 当然这个阶段里面 这个拜登的话 想办法说生理已经煮熟饭了 这个希望的话 他现在已经开始的话 安排好接班了 但是的话能不能成功接班的话 将来两个星期到一个月里面的话 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的因素了 回到这个新边 罗汉基UCRA的话 这个今天宣布的话 这个他的妇产科医生 Gymes Hibs的话 性侵案子已经是达成了协议书 当然现在的话 估计这个UCRA也拿出了 7300万美元来进行赔偿受害人 在估计里面的话 目前涉及到这家 这个妇产科校医的话 出现了性侵案子 估计的话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 以后他在这段时间的话 他做校医 并且从1983年的2000年的时候的话 他也是在Student Health Center里面做医生 目前的话经过这个医生看诊的话 这些女性学生大概有5500人 所以他现在的话达成了协议 并且如果是你看过这个医生的 就整过的医生自动可以拿到 2500块钱的赔偿 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你现在愿意站出来 说自己受了影响的 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会有1万块钱的赔偿 如果第三个的话 你能够提出证据 因为他被这个医生性侵过 以后我自己受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部分的话 可以拿到1万2500块钱 到2万5000块钱 当然这个校医性侵案件 在过去几年的话 从南加大开始到UCLA开始 到UCLA可以看得出 南加大的话 他因为这个医生校医里面狼医的话 他的赔偿额的话 他拿出了近2亿来赔偿 现在UCLA的话是属于州政府的医生 也是UC系统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目前也是面临刑事案子的指控 UCLA的话因为管理不善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主动拿出了7500万的赔偿 相对这个南加大来说 是少了三分之二 所以希望能够尽快将这个案子 能够和平的解决了 另外一个的话是同志军 在2月份同月 Buy Boy Scout 在2月份的时候 已经是宣布破产 最重要的地方的话 从今年1月份开始 加州通过了几项法律 已经开始生效 就是将性侵的追溯期 变得40岁 这个年满40岁之后的话 再过10年都可以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很多这个性侵案件的话 会面临很大的高额的赔偿 在在2000 2010年的时候 在Oregon 这个同志军的判案里面 因为这个同志军的 这个被要赔偿 这个19 million 1900万的赔偿 所以的话 这个一中案件赔偿 19 million 所以对同志军 这个有110年历史的 这个同志军来说 它的风险非常大 所以的话 他知道 如果是这样子 一共案子的话 不要赔 不要说是1000万以上的赔偿 100万以上的赔偿的话 都有可能的话 就造成太大的影响了 所以在2月份的时候 同志军宣布破产 破产的话 好处里面就是 他宣布是11号 11法案的破产 这个是要重组 重组于而是 法院批准成功的时候的话 所有将债务 所有都是全部的 一臂勾销 将来重新债起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这个同志军的话 可以生存下来 以后 不过来说 在这过程之中的话 所有这些受害人 要提出的话 这个索赔 都是由破产法庭 来统一管理了 在2月份申请破产之后 这个最后法院的话 指派了一个 这个破产法庭的法官 所以他将截止 理赔的所有的 这些同志军的案件的话 必须在11月16号之前 提出申请 所以在过去 这个9个月里边的话 这个昨天已经是 进行最后的统计 现在到目前来说 基本上已经占了 这个一共统计出来 有9万宗申请案件 这个9万宗的话 这个部分很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 现在都将所有 你跟同志军 你认为的话 你参加过同志军 小的时候的话 被这些 这个义务人员 教练 还有指导老师的话 性侵过的 这些人的话 你必须要提出来 否则你错过了 11月16号的话 你将来提出来的话 你都没有办法了 要破产法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将所有的 这些财产统计起来 看看同志军 能够拿出多少钱 保险公司能够拿出多少钱 就剩下 那个1亿了 好了 那你多少人来分 如果你这个 不参与这个行动 对不起 你将来提出来的话 也没有钱分了 破产了嘛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现在大概有9万人来申请 然后现在这个破产法律的 法庭的话 会统计一下 那同志军 他究竟有多少财产 以后拿出哪些财产 要拍卖掉 哪些保险公司要拿出来 以后统计完了之后 他有一个所谓的trustee 托管人 托管人的话 就是替法院 就将所有的财产拿下来 以后所有要负的责任的部分 再统计下来 再按照法院的判决 所以目前的话 这个案子到目前的时候 数额非常高 原来一般估计的话 大概有1万人 没想到大概有9万人 当然如果是这个破产法庭 结束了之后 同志军 boy scout的话 有可能重新再起 就是说 这个财产可能剩的不多 但是的话 还是一样的 这个因为 已经解除了所有这些问题 当然另外一个很大的案件 就是这个天主教 天主教的部分 也是真的 然后很多时候 很多牧师现在被指控了 性侵天主教的话 这个教宗保罗二世 已经知道了很多案子 但是他真的眼睛不理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天主教的性侵案件的话 现在也在进行之中 但是天主教可能不会像 那个童子军一样 要面临破产才能够解决 因为天主教的话 还是有足够的财力 可以应付这些官司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邓宏说新闻 我们明天再继续 报道一些 跟我们新边 有实施相关的法律新闻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再会